我也去吧 我也去 唐永生冯卿成公孙若曦 皆是一口同声 好 其他人就留在中南新山 随后 拓拔盈盈等人 便一道在天池雪海上空不断穿梭 四个月后 拓拔盈盈他们 抵达了望月圣城 释放灵石 等待上官雅 谭云和神速兵的到来 同一时间 整整逃亡四个月的上官雅 在逃命过程里 缓缓恢复伤势 如今的伤势 已经恢复了三成 他煽动双翼 面色苍白地 飞入唐尊圣巢一座城池之上 此时 高达三百丈的谭云 正载着神速兵 飞落于他身后 一百三十万里的虚空 谭云右肩上的神速兵 向谭云传音 他的仙服双翼 越来越缥缈了 说明仙服的威力 逐渐变弱 照此下去 他是逃不掉的 就在这时 传音突然中断 谭云透过临时发现 上官雅凌空一顿 紧接着 他挥手之间 下方城池中 众多百姓 在京郊之中腾空而起 悬浮在了上官雅身前 一众百姓惊恐万分地望着上官雅 战战兢兢 上先 给本公主闭嘴 上官雅一声离合 把百姓们吓得是面色苍白 上官雅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你这么聪明 难道还猜不到吗 给我站住 否则 我杀了他们 谭云闻眼 不由止住飞行 临时锁定前方 一百多万里外的上官雅 怒不可遏 他们只是 手无腹肌之力的老百姓 你我之间的恩怨 怎能胡乱不及他人 上官雅像疯了一样 五官极度扭曲起来 他们的死活与我何干 谭云 你给我退后 不要再追我 我就放了他们 谭云闻眼双拳紧握 咬牙切齿 显得颇为犹豫 他右肩上的审苏兵 亦是如此 给本公主后退 上官雅呵斥之际 也不见他有任何动作 他身前虚空中的 三十名手无寸铁的百姓 便纷纷爆炸开来 你 你这个滥杀无辜的畜生 上官雅 这是我们之间的仇恨 这些人与谭云 非亲非故 你滥杀无辜 还算是人吗 说吧 沈素兵又向 犹豫中的谭云传言 谭云 上官雅心狠手辣 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们都不能放他走 否则 他在浩瀚无银的 天伐大陆中 躲藏起来 我们找不到他事小 可若他躲起来后 以他的实力 若报复皇府生宗 后果 不堪设想 谭云文言深吸了一口气 固然对百姓 被上官雅图露 心中不忍 但他更加清楚 这一次绝对不能放走上官雅 否则 后患无穷 还会有更多的人 被他给杀死 沈素兵 你还真当本公主是傻子吗 你说这些人和谭云非亲非故 你别以为本公主不知道 如今不管是唐尊圣朝 还是清城圣朝 你都是皇府圣宗的附属 而谭云 你身为皇府圣宗的宗主 那么这些子民 不仅是唐尊圣朝的子民 更是你谭云的子民 谭云 我知道 你是个极重情忠义的人 我奉劝你一句 给本公主退下 否则 本公主不仅杀了这些人 还会经过一城池 便屠杀一城 你敢 谭云你这个杂碎听着 没有本公主不敢的 谭云 本公主转世到天法大陆上杀你 看来是做不到了 不过本公主发誓 只要本公主逃过此劫 虽然杀不了你 但是也要让天法大陆 数百万亿人全部去死 上官亚不可谓不狠 他此刻居然想把天法大陆 除谭云一杆强者外的所有人类 统统杀死 如此想法 简直比灭绝人性 还要残忍千倍万倍 然而接下来 他却失望了 他本以为 以谭云重情义的个性 一定会放弃追杀自己 可谭云却用实际行动告诉他 并不会如此 只见谭云双目赤红 他疯狂地怒吼一声 便朝上官亚杀了过去 正如沈素兵先前所言 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也要灭了上官亚 若不杀死对方 今后死在他手中的人 恐怕会多到数不清楚 此刻 上官亚身前的数百百姓 自上官亚方才的言语里已得知 自己唐尊圣朝的主人 在追杀上官亚 百姓们尽管看不到 一百三十万里外的谭云 但仍旧哭喊出声 宗主 求求您救救我们吧 宗主求求您 宗主 求求您 我们还不想死 宗主 锁定谭云动向的上官亚 不由难以置信出声 谭云 你 你真的不顾他们的死活吗 滚你娘的 老子自然在乎 但老子更清楚 必须杀了你 否则 今后会有更多的无辜之人被你残杀 你若还有一丝人性 就别拿他们的命威胁老子 我告诉你 这没用 老子这一次 我必定杀你 好 很好 既然无法威胁你 那我上官亚 接下来便大肯杀戒 花音方落 上官亚又比较 身前数百名百姓 全都化作漫天血雨 接着 上官亚急速朝前盾去 随着逃命 她的速度逐渐缓慢了下来 十天之后 当谭云 沈素斌 追至上官亚身后八十万里外时 上官亚又出现在了一座繁花似经的城池之上 都给本公主去死吧 上官亚微微一顿 右掌猛然朝下方一按 接着 一只只万丈灵力巨手 便气势汹汹拍向了下方城池 谭云见状 巨童中流露出浓浓的嘲讽之色 一副完全不担心的模样 之所以如此 那是因为谭云在十日之前 一边追赶上官亚 一边释放零食 通知所有临时范围之内的众人 让他们立刻夺藏起来 而此刻 下方这座城池的城主 早在四个时辰前 便收到谭云的传音 立刻召集城中所有修士 协助百姓带上家中直前务时逃离 现在的上官亚 并不知道自己攻击的 只是一座空城 树西间 城池内方圆数十万里的建筑 在上官亚的攻击里 悉数化作废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